我们新的国防守卫约业 与台湾与台湾 会帮助他们在国内处所向更多的反应 做的行为有所谓的审查 面对中共在南海的军事威胁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在海岸警卫队官校的毕业典礼上 重申4月与台湾签署海巡合作备忘录的重要性 并指出在中俄破坏国际航行自由之下 确保南海、北极海等重要海域的和平稳定是美国的关键利益 而就在18号美国第七舰队宣布 伯克吉神盾驱逐舰魏伯号再度穿越了台湾海峡 这也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四个月内第五度由美国军舰通过台海 展现了美军对台湾的强力支持 以及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 新唐人的电视唐杰安整理报道